所以即時會不會工作在你Mobifarm都幫到你 Emily Baby還有說 用這個方法呈現Mobifarm 你可以將實況結合文字和圖像 這樣我可以更加清晰和廢節地完成你的報告 啊!這隻電子貓頭影就是這裡了 哎呀!有空啊!他受我重傷啊! 是啊!但是我怎樣可以容易些 告訴別人這隻貓頭影所身處的位置啊? 其實這個方法呈現Mobifarm 有一個自動電話系統 就是GPS可以自動偵測到現在的位置 就好像這裡了 啊!那我就是不用再怕入錯地址了 還可以省很多時間 但是我還有一個憂慮啊! 啊!有什麼憂慮啊!走過來講給校長聽 學長!學長! 你不要煩著校長啊!你問我就可以了 其實呢!我文字的表達能力就比較弱 我怕會描述不了整個腳體的情況啊 哦!那是不是啊!小問題啦! 用Mobifarm你可以上載相片的啊! 用相片就可以加到一些文字加達不到的東西啊! 啊!那讓我立即拍下這隻貓頭影 你們看看!這隻貓頭影的相片已經上載到Mobifarm裡面了! 讓我現在再把Mobifarm放在我們學校的維生模式 傻子!這個同學上不到網 加不到一張Parm的啊! 蛤!那怎麼辦啊! 還未UpMobifarm就會暫時存放在你這個流動裝置裡面 好像這裡這樣! 其實到你們上班的時候 張方就懂得自己運動了 這個魔法成小Mobby form 真是有方便有快捷 同學你不要那麼擔心 我們會快點醫護好電子脈回應 你可以上課先吧 謝謝老師 Mobby form你的流動工作好發動 謝謝 謝謝